農田裡面 土地都均裂 可見這個旱災鬧得很嚴重 那這邊有一個富途是 1963年 起雨的樣子 據說每一個人啊 穿了這個麻衣 然后脚底下 还穿了草鞋 可见当时的民众的 起雨的虔诚 非常的虔诚 非常的虔诚 那报纸也批评啊 治水无能 不问苍生问鬼神 不问苍生问鬼神 那我就联想到中国古代啊 甲骨文裡面 有中国商朝 起雨的记载 我们来看甲骨文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 中国的甲骨文是很有意思的 记载了商朝的各种的 文化的特色 我们来看这个甲骨文 这个甲骨文啊 里面啊就有记载啊 商朝起雨的状况 那商朝 大概距离今天 大概多少年 就是三千两百多年前 我的老天啊 人类的文明 走了三千两百多年 可是竟然还是没有进步 还是在起雨 那中国商朝流行起雨 我说啊 这个时候起雨 是不是建议起雨的人啊 刚刚我们说这个官署 拖延清标起雨 是政治不正确啊 这个人要查一查 要去查他的水表啊 这个人水表一定要查 为什么 明明都已经去中国化 他竟然把商朝的文化 拿来发扬光大 那这个人简直是 同老有问题 政治不正确 严重 亲中卖台 这个人亲中卖台 非常严重 而且他还是亲 三千两百多年前的钟 不得了 这个人 应该 抓去绿岛 当然我是说笑话 转型正义 执政者转型正义 去中国化都还来不及了 竟然 还来起雨 是不是要复兴中华文化呢 但是重点来了 光是烧紫钱 光是烧香是不够的 要拜拜要有诚意 如果你真的要搞旗雨那一套的话 我就来讲给你听 旗雨是要有诚意的 是要把义 是要把自己的真心诚意拿出来的 这是收神记里面的一个画面 这个是收神记 摄影大哥你看一下 这个收神记里面的一个画面 那 他说啊 这古书上就有记载 商朝 商汤的时候 有一个皇帝商汤的时候 天逢大概 天逢大汗 没有雨 天不下雨 低雨不下 怎么办 那商汤就问吴师说 以前皇帝旁边都有很多巫师啊 就是负责下不下雨的这些人 那商汤就问巫师说怎么办 是不是要起雨 那巫师说当然要起雨 那但是呢 吴师告诉商汤啊 照旗雨的规范 就是这种典礼的仪式 一定要有牺牲 什么叫牺牲啊 不是说牺牲谁 牺牲摄像 不是那个牺牲啊 就是说一定要祭拜什么东西 比如说杀猪窄羊啊 杀鸡啊 这就是牺牲 可是呢 其余的牺牲要非常的大 那总不能杀人吧 那商汤怎么办 总不能去自杀吧 皇帝总不能当作牺牲品吧 那所以呢 他就把自己的一戳头发 把它割下来 代表牺牲 那所以呢 据记载 果然下雨了 那当然是不是chance 是不是刚好偶然 几率 不知道 或者说他真的 起雨成功 上天感应 感应这个诚恳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真的要起雨 真的要表现诚意的话 那光是 皮麻带笑 穿草鞋 是不是还不够诚意啊 是不是蔡小姐 我们的蔡小姐 是不是也要剪一戳头发 表现自己牺牲的诚意啊 那这个古代的传说啊 归古代的传说 迷信 这就是迷信嘛 最重要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长期规划 回收雨水 节约用水 那我们现在在起雨 起雨 起雨是根本之计吗 对一个国家社会 用起雨或者是这种宗教仪式啊 这是200几年啊 这个啊 这个是游锡坤啊 跟这一个 啊 严勤标 啊 他们两个人 主持起雨的样子 这是过去 但是 在一个正式的场合 你这样做 在现代社会 这是一个根本之计吗 那为什么 一天到晚只在这边 不问苍生问鬼神 然后搞一些起雨的仪式 为什么你不能聘请一些能干的人啊 为什么不能聘请一些能干的人啊 比方说 李洪源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啊 那为什么这个人 你把他放在外面 不让他做官呢 然后你们那些肥缺 大家都把他占了 占了毛坑不拉屎 所以李洪源就说 台湾根本没资格喊缺水 为什么没资格喊缺水 李洪源讲的非常非常对啊 台湾的雨量 台湾下雨的雨量 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啊 台湾没有道理缺水啊 那至于说会缺水 是什么原因 就是我们太浪费了 感谢观看